农林废弃木材接杆变身生物质颗粒燃料从实用性和经济性分析,随着环保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生物质颗粒作为一种新型的生物质燃料,被认为是未来可持续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农林废弃木材和接杆作为其主要原料之一,不仅可以解决废弃物的出力问题,还能为能源领域提供更加环保、可再生、经济的燃料。 首先,农林废弃木材和接杆的利用可以有效地减少废弃物的数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林废弃物被产生并被堆积在路边、田间等地,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和城市形象。 同时,长期的露天存储还会产生难闻的气味和垃圾焚烧产生的污染气体,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而将这些废弃物经过接杆压块机或者接杆木屑颗粒机加工成生物质颗粒燃料后,不仅可以将其转化为清洁能源,还能解决环境问题,起到了环保的作用。 其次,农林废弃木材和接杆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可以提高生物质颗粒的经济性。 相比于传统的化石能源,生物质颗粒具有成本低,不易受污染、燃烧效率高等优点,因此在国内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而生物质颗粒的制作过程中,主要原材料就是农林废弃木材和接杆。 这些废弃物的获取成本相对较低,加上生产过程简单,不需要复杂的设备和工艺。 因此,生物质颗粒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总之,农林废弃木材和接杆,变身生物质颗粒燃料,不仅可以解决废弃物的处理问题, 还可以提高生物质颗粒燃料的经济性和实用性,变费为宝。 未来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生物质颗粒燃料将成为替代煤炭的重要燃料之一。 同时也为环保事业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